把辣椒放進去 然後現在放九層塔 最後要起鍋了 我們撒一點檸檬 我們把它澆在上面 很好吃的 好吃的泰式素食打泡肉 酸辣爽口真有味 好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道 比較開胃的泰式全素打泡肉 這個是大豆素肉塊 我今天用了大豆素肉塊跟豆干 那為了口感上 所以我又再加了這個大豆蛋白粒 然後我們把它給剝碎 或是拍碎都可以 就這樣拍碎也可以 增加它的口感 我們先把它拍一拍 然後等一下再稍微撕小塊一點 就像那個樹碎肉那樣 打一打它這樣子就有一些 像纖維一樣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剝小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剝小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剝小一點 這一道菜是很下飯 非常下飯的一道菜 如果沒胃口的時候 炒一下這個 酸酸的 蠻不錯的 我不用調理機的原因 是不想說把它打得太碎 因為這樣子剝的話 比較有口感 其實這道菜就有一點像我們台式的那種塑造 可是塑造它沒有那種酸味 這個來講 泰式的它有酸味 所以它比較開胃 很下飯 就等於好像是泰式塑造一樣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白豆干捏碎 這是白豆干 那如果你有另外一種 有顏色的那種豆干 都OK的 家裡面可能什麼東西方便就用什麼 用傳統豆腐水分就會比較多 所以用豆干 好了 我們就可以來炒囉 先和一些姜魚 取代蒜頭 我們先把這個大豆樹肉塊放進去炒 稍微焦黃之後就會有一些香味出來 好 我們放姜 這個豆干也是稍微焦到有一點焦黃比較香 而且我這個是有機豆干 然後稍微煎了它就很有彈性 因為豆腐沒味道 我先把它加一點醬油 讓它稀香味更香 然後我們放下這個番茄 你如果有那小番茄也很好 更好看 小番茄切一半 然後我們把這個放下去 加兩勺的椰中糖 然後我們再加一些醬油 加一些胡椒粉 可以試吃看味道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加一點鹽 因為我們有加醬油了 要不要加鹽就 取決你自己 然後我們把辣椒放進去 然後現在放這個 九層塔 最後要起鍋了 我們撒一點檸檬 會很酸酸的 如果你想酸一點的話 就可以多擠一點 味道很棒 好了 我們起鍋了 我們把它澆在上面 很好吃的 好吃的泰式素食打泡肉 酸辣爽口真有味 您也一起來做給家人享用 希望您會喜歡 希望您能支持 OFTALK 輕鬆生活頻道 趕緊訂閱我們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大家